要我说四川真的太冤了 2023年国家对四川转移支付了5882亿元 连续8年四川拿到的补贴都是全国第一 很多人说四川省的GDP全国第六 省会成都GDP更是接近2万亿 凭什么国家对四川的转移支付金额 总是在全国各省排第一呢 那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抗战时期 四川市举全省之力 承担了整个抗战时期三分之一的物资 抗战期间四川报名参军者约350万人 占全国的五分之一 正面战场当中每五个人就有一名川军将士 参战人数和牺牲人数之多 居全国之手 而被俘虏却最低 四川很穷 但却承担了全国财政的50% 提供了抗战时期三分之一的粮食 和近50万人次的劳动力 他们没有看到西汽东书工程四川市主力 西矿东宋工程四川市主力 西电东宋工程四川也是主力 他们没有看到汇集4.38亿人的南水北调 其西线的长江上游 需要四川涵养水土治理生态 维护水质 他们也没有看到劳动力输出工程 四川更是主力 四川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四川人 外出打工支持全国发展 留守儿童和顾寡老人 却由四川照顾 他们甚至没有看到 四川在国家东树西算战略当中 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四川的可再生能源 而且土地资源将有助于提升国家的整体算力 当你看到东部省份的高速发展 也要看到四川在背后的默默支持 当你看到了全国转移支付照顾四川时 也不要忘了四川一直在努力转移支付全国